我已经很久,应该也有一两年没有来台湾了 然后就是觉得还是蛮兴奋的 就是因为很长时间没有来 然后其实蛮想念这里的 因为我也很长时间没有回家 然后这边的很多吃的啊 各方面就是跟我家其实蛮像的 然后我就觉得就感觉其实蛮亲切的 一次参加这个打击训练营呢 对于我来讲就是吸收点新的知识 看来就是有没有 其实主要不是说能改变我的打击动作啊什么的 但主要就是一个心里面还有思想上的一点 就是一点推动 就一点看有接收一点新的观念啊什么的 现在的现况其实已经比就是前两年 三四年前已经好很多 从就是MLB开始在推广棒球 然后国内很多以前打棒球的那些 就是老前辈们开始就是也在帮忙 帮助了就是推广棒球 然后现在像以前我们一个学校 可能只有二十三十个人打球 然后现在一个学校可能会有一两百人两三百人 会有很多学校开始就是去开展那种兴趣班 然后很多俱乐部也开始教那种很小的小朋友开始打球 然后慢慢的就把这个文化给就是推广出去 我每次回来的时候都会跟我们就是棒球发展中心那些球员 高三的球员啊 高二高三那种就是三个球员 就会跟他们就是分享一些我在美国的一些经历 因为他们我们在大陆没有多少人去过就是小联盟 然后也没有就是带回来一些经验 然后没有分享过 然后我们像我去的时候也是也是很懵懂的 就什么都不懂 就挺难 但是就是回来之后我就是带给他们多一点经验 让他们就是有机会能去的时候能够有一点心理准备 然后也能够能够放就是放开一点吧 很多队友小的就是学弟啊 就是他们其实都蛮有斗志的 每个人都很想希望能够像我一样就是到小联盟 然后希望有些能奋斗到大联盟 可能我就是给他们先开了一个门 但是就是希望他们就是后面可以跟上来 因为他们可能很多人都很努力 他们都很希望有一个机会可以就是到美国去闯一闯外面的世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